农粮署和新北市农业局辅导平邻区农会 打造北台湾首座茶油四半工厂 从净料到瓶装整个生产过程完全透明化 而另外平邻农会也完成了食品业者登陆 油品原料都可以查得到来源 提供最安全健康的选择 让消费者也能够用得安心 为提升国产使用油产制环境卫生安全及油品品质 农粮署与新北市农业局辅导平邻区农会茶油加工厂 转型成为北部地区第一家国产食用油加工示范厂 新的厂区除了将整体动线重新规划 加工设备也太换更新 另外加工厂作业区域与餐馆动线改以玻璃式创作区隔 茶油生产的过程从建热烘培压榨到过滤沉淀装瓶完全透明化 我们是把整个所有的一个设备全部都更新 把整个厂区做的一个透明玻璃的整个一个把它做隔离 动线把它规划出来 让把里面的一些油烟或者是这个全部都把它做一个整个过滤的处理 平临农会的茶油加工厂去年底也完成了食品业者登陆 这里所产制的茶油其原料都可以追溯来源与相关资料或记录 从源头开始严格控管各加工流程提供消费者最安全优质的选择 平临农会总干事林文公表示 茶油中不饱和脂肪酸高达90%以上 由于脂肪酸组成和橄榄油相似 有东方橄榄油美称 不仅适合凉拌炒菜也可以油炸 味道清爽不油腻十分健康养生老少嫌疑 茶子油不管你是对健胃或者是调理你的整肠 尤其是那种妇女产后的这个调理 用这个茶子油来调理特别的好 因为它很温和 民众如果想要选购卫生安全营养健康兼具的国产茶油 可以前来平临农会的茶油示范工厂参观再购买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电架平临区农会 电话是2665-7227 记者 陈平临采访报道